你好 老哥 看书来在这 哎呀 我这有两块医院 想让你给我扎掌盐 可以 看看吧 这两块是咱家里边 朱川多年的医院 朱川多年的医院 这我小的时候玩过 这我几年都三十日岁了 我这前几年招董医院 过两年又 拔拉出来了 小死了几十年 又招出来了 你看这生气不生气 这就是缘分啊 有的时候再招董医吧 有的时候你越招他 他越招不到 对 不经营之言都出来了 对 你这个是散念 冤大豆散念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斑 这个先放一面 哇 你这一个 这个是有斑 你看一下这个 散念的朱建华 朱建华 朱建华 可知强 你懂那个吗 你说的朱建华 代斑 我只懂了 给你讲一讲 他原来是朱建华吧 说以前 散念的大豆啊 朱建华 必须的是 闪鸟院 其次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背面的甲鹤 这甲鹤 每一个 每一个甲鹤 也在那边 都有这个 偶线 立体干吃住 我说实话 我刚讲 每云院都这两块云 你看这俩云都可变了 对 美丽很 我给你讲一下 引外所谓是朱建华吧 其实朱建华和散尿院 它的背后的甲鹤 是很详似的 看着像朱建是吧 对 你这个 如果是 朱建华的价格 就在三千上下 散尿院的价格 只在一千七之间 它最关键一个点 是哪一个吧 它在这个点 乙院 乙院 这边 这边的一根 苍冷 苍冷野子 有藕线 有藕线 然后散尿院就没有了 就这一家 就撤了一倍 这等于说 是多一个藕线 多三千块钱 多一半 一千起吗 多一半 这个是营养 这个是营养 墨西哥营养 这个都没啥问题 这个是滑扁出来 这 这刀啊 墨西哥营养 让外国的鲜米更逼近啊 更 你感觉更逼近 肯定了 但是其实不然啊 老哥 这个 这个可以给你 鼓到三千 那一年大凯门 没啥问题 这个也没啥问题 这个 最多给你四百万件 赏下 多少 四百万件 四千 四百 我成了 一个三千 一个四百 你不定我赏几吗 有人啥吧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这个 上面带个捞影 有人啥吧 我给你鼓一呗 说的这个捞影 可厉害 我听我给你讲 这个每一个鲜员 它都有它的市场 都有它的价值 我跟你说的是 我跟你说的是 我手的价格 如果卖的话 也就五百长页 我明白了 因为啥吧 因为这个你看 这是外国鲜 外国鲜 它弯了不多 在中国弯了不多 在中国本土这些 本土类鲜员啊 确实 烧了不少 这两年 但是 外国鲜 这个鲜样没啥 这样这两年 倒有点伤长 那不行 不行 我感觉你是在给我下骨油 赶紧给我拿过来 没有没有没有 你可以在躲达这哪里 你是 一个三千 一个四百 这宣查也太大了 一样的重量 同样的东西都给人家放鸡子链 因为要下骨车 这个倒不会 因为它每一个物品 都有它的适量和价值 你可以多搭担担担担就知道了 我不用搭担 我相信我自己 行行行 好可以 这个你无论给多少钱 我肯定不卖给你 对对 只是给你检订一下我 然后回去留着下去吧 我肯定再留下去 好好好 我只拿债务的三四千块钱来 对对对 好 慢着吧 拜拜